白宫国安顾问苏里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罗马进行会谈 白宫提供的会谈摘要指出 双方跟进拜登和习近平在去年11月15号视讯会议的内容 也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强调美中维持沟通的重要 美中对话7小时 白宫资深官员形容这7小时的对话是激烈坦率而且直接 白宫国安会的声明没有提到台湾 但是白宫资深官员在背景简报时表示 苏利文重申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 强调美国关切北京在台海的脅迫和挑衅行动 另外也触及到北韩议题 白宫强调苏利文和杨洁篪的会谈是早就规划好的 并不是因应乌克兰情势才紧急召集 但确实在现在这个时候时机刚好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现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密切同盟关系 美国有疑虑 苏利文也很直接的向杨洁篪表达相关疑虑 更重要的是向大陆表示特定行动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最快在星期三俄罗斯债务违约 那么台湾时间星期三晚上九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将以视讯方式在美国国会联席演说 预计泽伦斯基会再重申他一直以来的诉求 就是建立禁航区 另外美国两党议员也关切 波兰的米格29战机能如何转移给乌克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